觀眾朋友 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節目 我是朱祺琳 鄧欣聰 進行我們討論跟雲林縣 說宣布禁止他縣內的 這些工商產業去燒 所謂的深煤以及石油膠 深煤不是說所有的煤都要進 是其中一個 真的是污染最嚴重的 叫深煤或是叫煙煤 這個不能再燒了 因為燒了之後 對整個雲林的這個空氣污染 乃至於導致雲林縣民的 這個離癌率攀升 都有直接的關係 深煤跟石油膠 雲林縣政府說不能燒 可是他必須要通過所謂的雲林縣議會 那這個自治條例 才可以真正去實施 大家以為說在縣議會那一關 大概過不了 沒想到縣議會在五分鐘內 一致通過鼓掌通過 竟然沒有人反對 馬上就通過自治條例 這個時候變成是中央很頭痛 因為如果說整個雲林 真的不能燒所謂的深煤跟石油膠之後 最最最大的衝擊 當然就是六青 如果六青不能燒深煤的話 六青說 我就要倒了 我一定要出走 因為我沒有辦法 在這個時候去燒天然氣 於是呢 在中央不只是經濟部 更罕見的是環保署 跳出來反對 說你地方沒有權利 做這樣子的一個決定 這不是地方的自治權利 這是中央要來定權利 而今天環保署原本 傳出來說 在這個雲林自治條例 禁燒深煤石油膠的自治條例呢 今天要叫做河背 可是今天下午開會的結果呢 是說這個要再討論 要再研究 要再收集資料 可是他洋洋灑灑 從憲法 從空氣污染防治法 從地方制度法都說雲林 你真的沒有權利 做這樣的事情 雲林縣長李靖勇 今天來到臺北開記者會 痛批中央不顧雲林 憲民的生命健康 怎麼可以維權 這明明就是地方自治的權利 因此呢 在這個所謂的雲林自治條例 引發中央跟地方的法律 以及能源政策大戰 今天好好來談一下 當這個政策 如果真的實施之後 臺灣整個環境保護 會不會進入到 另外一個境界 以及會不會對於產業經濟 造成非常重大的衝擊 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雲林縣的副縣長 張黃貞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感謝副館長 我們歡迎臺大公衛學院的副院長 他長期對雲林的整個 空氣污染 公共衛生 以及流行病學 非常深入的研究 詹長全詹老師 大家好 大家晚安 特別介紹的是東吳大學 法律 法律系的兼任副教授 今天我們會有很多很多 法律的不同見解 他同時也是環保署 六親環境影響評估的監督 有員 現在是環球科技大學環境資源 管理系的副教授 陳泰安 陳老師 大家晚安 之前也常來上我們節目 雲林前海養殖協會理事長 林靜朗 大家安安 我們先來看 今天你的結論 結論是不結論 但是不結論不是說都沒有 環保署呢 其實洋洋灑灑 寫了五大點 從憲法開始說 憲法第一百一十條說 全國一致的 就是中央的權利 因地質疑的才歸地方 雖然憲法沒有講得那麼清楚 那空污到底是歸地方還對中央 可是他還是認為 這個是中央一致要去做能源管制的 地方自治法第三十條環保署說 有一個叫先戰理論 什麼意思 我中央立法了 你地方刷進來 還要立法 不能把我衝突 所以這叫先戰理論 因此自治條例 不能跟中央法律衝突 再來他說 雲林縣政府口口聲聲都說 用這個環境基本法 但是環保署說環境基本法 只是一個綱領性的 宣誓性的法令 雲林縣政府不能拿來做地方自治的依據 還有空氣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八條 深煤石油膠的管制呢 你只能採取許可 問你要不要給證 要給誰證 這是地方權利 沒有錯 可是你不能全面禁止 沒有禁用的這個規定 能源管理法第六條 說要經營能源業務 必須要遵守中央機關的調節 限制跟禁止 也就是說這個權利是在中央 不是你雲林縣政府說了就算了 但是今天沒有辦法做出來 不予被查的這個結論 今天環保署說這個會議 其實只是說邀請中央各機關 那就這些法呢 來去講說你們的意見是什麼 收集意見 那他們也知道說 這個爭議很大 所以會會整個意見之後呢 一定會做考量非常周圓之後 再說要不要予以被查 我們來看看今天最新的消息 以及這個事件 為什麼會引爆中央跟地方的 這麼大的一個法律大戰 六親排放空估 遭當地居民抗議連連 雲林縣政府順應民情 制定雲林縣工商場 禁止使用深煤及石油膠自治條例 被認為是衝著六親而來 經議會通過 並在六月十日公佈 依法應爆中央主管機關環保署被查 才算完成程序 效環保署邀及經濟部 法務部等單位與學者來延商 仍沒有作出決定 目前還沒有判斷說有沒有抵觸 所以就沒有這個被查 以後的這個判斷 環保署從憲法 地方制度法 環境基本法 空氣污染防治法 以及能源管理法等 五個法制面向加以審查 儘管單就空氣污染防治法來看 深煤跟石油膠管制 是採許可制 因此地方自治條例規定 禁用就抵觸了中央法令 不過條文內的用字 卻是不得使用 讓環保署很傷腦筋 如果用詞一致的話 那當然就很容易判斷 那用詞不一致 到底爭議是不是怎麼樣 當然我們也要探究 也就是說自治條例的名稱 跟條文並沒有使用一致的用字 讓相關單位在審查時卡關 環保署表示 必須再請雲林縣政府說明 也要舉辦公聽會來討論 才能做出最後決定 記者裡面陳立峰台北報導 不管你我請教你 今天翁北亞來台北 我看他氣吹吹吹 這明明就是地方權力 你中央怎麼可以踐踏 忽略漠視雲林 現民的生命健康安全 但是今天是沒有做出來 要不要被查 可是剛剛我們洋洋莎莎 講的所謂的環保署的 五個法律的見解 你的看法呢 我覺得這五個法律的見解 事實上可以歸納幾項 他雖然講的洋洋莎莎 五項 五項 那事實上很簡單 第一個 我們有沒有抵觸 這個能源管理法 那能源管理法事實上 以規範的形能源的供應者 供應能源者 他不是講使用能源的 這個使用者 所以第一個很簡單 我們並沒有抵觸 這個經濟部的能源管理者 至於就是說 他可能認為是說 如果抵觸法規 那麼依照憲法來講 我們就不合法對不對 那很大就是 好 那環保署的部分 我們有沒有抵觸 控污法 控污法環保署說 他說 應該依照 控污法在八條 說起來 我們要經過 沒許可 但是沒有禁用的規定 對不對 是 這樣就回歸到一個地方 來就是說 使用生煤 跟使用這個石油膠 這兩項 是屬於環保署 他在控污法裡面 規定 因為它是屬於 嚴重的污染 這兩項 所以只有這兩項呢 如果使用生煤 石油膠 或者是販賣 生煤跟石油膠 必須經過地方主管機關的許可 它很冷面啊 比方說我們 煤也不用啊 因為沒有很多種等級嘛 是啊 那生煤就是說 它的固定碳 跟非花性的這個 這個物質 比例在四以下 它的寒流分比較高的 就叫生煤 四以上 就不是生煤 污染最嚴重的 那才需要重要地方的 這個許可 至於石油膠 也一樣 寒流分非常的高 所以這兩項 就是必須中央 經過地方的許可 所以你們認為 其實不管是憲法 不管是空污法 不管是能源法 其實通通都合法 所以環保署無權 出來卡住你們 也就是說 他說必須經過地方的 這個這個許可嘛 那我們 我們終關 我們雲林縣 我們目前的空氣的品質 我們的呼吸權 我們的環境權 我們去年抖六 抖六不是工業區 他不是工業重鎮 他PM2.5 是去年全國第一名 你看看多麼的 大家多麼的緊張 我們的麥療 麥療的PM2.5 是全國是第一 兩項第一 兩項第一 所以我覺得這次 我們就要去回歸到 就是說好 那我們就不要生煤 我們不要石油膠 那生煤只要 台說他 他的那個固定碳 跟那個所謂的 揮花物質 四以上 就不是生煤了 就可以使用 我們不要這兩項 我們這兩項 就是說你不要再使用這兩種 就是說會引起 嚴重的空隙污染 我們不要有任何嚴重影響 空氣污染的行為在雲林發生 所以我們就說那 可是環保署有講說 這個必須經過許可嘛 那有關於人民的權利義務 如果我們不准 他們來申請 不准核發許可證 這個是不可以的 所以現在環保署是說沒的 還是用拖的 我覺得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說 我們不要核發許可證 我們許可證在雲林線不再核發 所以這起人民的權利義務 比於法律民定制 我覺得這 也所謂的空護法是不相干的 不過詹老師會不會請教你 等一下我們要好好請教你說 到底所謂的雲林縣政府 這個政策對還不對 有沒有道理 還是我比較納悶說 應該是環保署出來動 不是經濟保署出來動 對啊 這個是讓人家非常錯愕的 我們國家最重要的法律 當然是憲法 我們所有的行為是根據憲法 那每個行政機關都有他最重要的一個法令 那環保署最重要的法令 就是過去立法委員非常辛苦的 得到一個共識 就是環環境基本法 所以環境基本法 就是在我們討論核能 討論各種空氣水土壤污染的時候 大家整個社會的共識就是說 當經濟跟環保有衝突的時候 我們國家 我們的人民應該用環保為優先 環境優先就是環保署所設立的根本大法 是 如果看他今天解釋這些法令 這我認為他不是在解釋法令 他是在扭曲法令 我覺得立法委員應該要大聲的抗議 就是說環保署為什麼扭曲了所有這些法令 當初所訂立的精神 舉這個空氣污染防治法來講 空氣污染防治法要達到全國一致的空氣品質 當然一致性再是空氣品質的一致性 那我們知道 因為歷史的因素 因為國家發展的需求 各個階段 他可能污染源會分布在不同的區域 臺灣是這樣 世界很多的國家也是這樣 即使你污染的污染源平均分配在每寸土地上 可是因為氣候條件不一樣 你的污染會不一樣 所以你知道嗎 所有全世界的空氣污染 發展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說他付給地方可以比中央更加嚴 只有這樣才能來讓地方有多的行政能力 透過法令的保障 來讓他得到跟別人一樣的空氣品質 也就是說中央的政策法規標準 其實是一個最低標準 對 對 你地方可以更嚴更嚴 才能夠確保地方民眾 譬如說台北污染比較少 你台北的標準拿來去混淆 這樣怎麼會通 所以雲林可以有權利制定更嚴重 這樣 可是我想請教 為什麼是深煤石油膠 我們剛剛談到深煤 其實是很多煤的一種 但是他其實燃燒之後 他產生的污染 會比其他好的煤更嚴重 所以雲林縣政府不是所有的煤都進 他進的是深煤 石油膠是更嚴重的一個污染源 可是禁止這個真的就可以確保雲林 現民的生命健康安全 我們來看看燒煤到底對健康有什麼危害 這個是整體的煤 那深煤的部分 當然危害是更嚴重的 燒煤你會產生二氧化瘤 要放股 咬燒 還沒穿開 出生體重會變輕 死亡率會變高 酸魚的產生 顆粒物也會導致所謂的咽喉 鹽 支氣管鹽等等的 氮氧化物會肺功能降低 肺水腫 肺氣腫等等的 氧化碳 多環芳香精等等的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燒煤 會產生什麼樣的 鉛 鞏 葛 生 福 這些重金屬呢 當然會導致心血管 甚至是癌症 好幾年來你都一直在做 雲林的所謂的流行病學的 大規模研究 雲林人離癌率之所以那麼高 跟燃燒深煤石油膠 怎麼有關係 關係非常的密切 那個簡單講 在六親附近的這個雲林縣 經過這個燃煤火電化電廠 或是這個他的製程裡面 用了很多的石油膠 所排放的空氣污染物 造成了三種重大的疾病 第一個就是急性的 我們現在看到說 六親在那邊營運以後的開始 一到四歲的小孩子 他的呼吸道的疾病 過敏就是增加 那含氣喘 好這就是急性 所以今天我們在討論這個有急迫性是從今天開始一歲到四歲 這段時間在出生的 他就是他的那個急性疾病的這個風險呢 就是人家兩三倍 長眼以來我們看六親營運的第九到第十一年 我就看他也就是九年後 他的癌症是人家的兩倍 他附近這兩個鄉鎮 台西跟麥寮 所以慢性疾病也已經在發生了 剛剛主持人看看那個螢幕上第二個 拱 這個是生殖性的 也就是說這個呢 會在我影響到我們小孩子一出生的很多的疾病 所以這個是國際上的時候 為什麼要對燃米火雷化電廠非常嚴格的管制 就是叫增加的拱 美國歐巴馬總統 就是加了拱標準以後 讓美國幾乎所有的 舊的燃米火雷化電廠都要關掉 他不能符合 因為要變成天然氣才有可能 好 那雲林縣可以怎麼做 面對這個急性的慢性的影響下一代的 這個公平正義的問題 我覺得已經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做了 一個做能夠做的方法 就是我禁掉他嘛 是禁掉他 那不是禁掉工廠的燃燃啊 工廠還可以找別的能源來用嘛 沒有嘛 我看那個法規上很清楚 他只要用的更乾淨的能源 他就可以符合就可以去做 所以六青還是可以燒煤 但是要燒好一點的煤 不能燒生煤 不過陳老師 我要請教你 就是說站在健康的角度 似乎大家都支持 就不要再燒生煤跟石油膠 可是為什麼環保署出來說 中央 這是中央的權限 地方無權做這樣事 我們再來看看燃燒生煤跟石油膠 究竟不管是對雲林 對彰化 對臺灣民眾造成多大的傷害 根據環保署公布 一百零三年空氣品質資料顯示 中部雲嘉南地區 PM2.5數值 一年就有一百三十六天超過空氣品質標準 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於那個藍莓 石油膠 甚至這柴油車漿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污染源 對於整個學生 孩童老人 其實坦白講不管是呼吸道也好 或性水管疾病 目前我們看到的數據是蠻嚴重的 PM2.5隨著呼吸進入人體 直達肺炮 引發心肺疾病 長期暴露可能還會引發癌症 三月的中臺灣 經常籠罩在PM2.5超標的威脅中 環保專家質疑 污染源就是臺中火力發電廠 中興大學教授莊秉傑 針對臺中火力發電廠 長達十多年的監測 依美國研究數據換算 燒煤產生的懸浮為例 將造成國人平均每人 壽命減損十五點四天 在無論是東北季風影響 比如說台中引南或者西南風 像前幾天引到臺北 臺中電廠目前會造成全臺灣 我們說受損 壽命損失 大概十五點十天 另外在臺灣流行病學的研究中 也發現短期空氣污染 會導致腦血管疾病急診住院者增加 如果還是新生兒時期 就暴露在PM2.5的環境中 也會影響中樞神經發展 因此如何減少PM2.5 對臺灣的危害 該如何制定出更完善的 減量政策管制 將是政府必須關注的問題 不過陳老師我們討論過很多很多次環保 跟經濟的衝突的這些事情 那當然我們都能夠理解 經濟部門一定會談出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經濟部說這個經濟損失太大了 如果六清停工 一年會損失一點五兆產值 一萬兩千人的就業 間接影響三兆的產值 五萬個人就業 不過第一個 這前提數字要正確了 第二個是這個叫做六清停工 但是現在是說六清禁燒生煤跟石油澆石油膠 可是六清當然也講 這個對他衝擊實在太大太大 那限電危機 那經濟部說 如果說臺素沒有拿到生煤許可證的話 供電會少了四千萬一千瓦 然後呢 備轉容量馬上變富的 還沒電了 每次反核就沒電 那禁燒生煤也沒電 每次都沒電 天然氣緩不計極 賣療管理部的臺素總經理副總經理 他說天然氣一度電是將近四塊 煤子要一點五塊 進口又沒有設備 不是說你要進就進 要有緩衝擊 不過當然環保人說 你怎麼可以把你自己的成本 讓社會來負擔 你這個發電的成本 你自己要吸收 怎麼會是你成本外部化 那臺素化董事長陳寶朗說 改燒天然氣機組效率很低 要有九千九百萬噸的供應量 新接收站完工 至少要八年 緩不計極 這是經濟的衝突 但是現在是環保署出來 卡住不予被查 為什麼 到底卡在哪裡 首先我還是先回到憲法 憲法本身談的 就是在保障人民 這是人民跟國家的 一個契約的關係 談的就是一個公平爭議 就是剛剛詹老師 所講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不能理解的部分 也在這裡 不管你從哪個法律來談 我們都回歸到憲法 表示你公部門 我們為什麼人民要授權給國家 授權給政府 來替我們做這些事情 而不是替我們擋這個擋住這個 這個好像是對人民有益的東西 這個是完全邏輯上 行不通的這個這個地方 那至於中央跟地方的權限在哪裡 我根本覺得這根本不是重點 如果今天中央認為這是他的權限 那就表示他有相對應他的義務 他的義務就是要把這個人民 全國計較聲明這樣子 如果這是必要的 那中央先來做 那今天就是因為中央怠惰 沒有即時的立法 沒有即時的提出行政的措施 讓地方剛剛我們看到說 平均國人是十五點四天 為抖六人光是六親 就是一百零二天的壽命損失 那你說地方政府能夠不跳出來 為地方的人民做一點事情嗎 不過陳老師 你也是六親的那個監督委員 這真的是零和 我是說余齡縣禁燒生煤石油膠 就一定會使得六親出走 六親挫敗地方經濟稅收重損 那中央整個經濟重創嗎 我覺得陳寶朗董事長 他大概忘記他曾經是當時國光石化設立的 那時候的董事長 對對對 他當時要設國光石化的時候 他就說要燒天然氣 他就說燒天然氣 那為什麼他今天做了台書的董事長 他沒有辦法做 這個事情做不到 不過這是你的說法 環保署長的說法可不是這樣子 我們當然今天邀請了環保署 不過他後來沒有參加 但是他在六月十六號的時候 投書到中國時報 那其實這是一篇措質 非常非常強硬的一篇投書 那我們完整來看一下 這篇投書就可以看得出來 環保署的立場是什麼 環保署長魏國燕呢 他投書忠實呢 他先講了一個故事 其實這個故事 我一開始想說 可不可以跳過 後來想想不能跳過 因為他背後有很多很多 他所隱含的價值觀 他舉了漢朝 劉邦在創立漢朝的時候 他其實是裂土蜂王 就是把好的東西很好 肥饒蜂窝的土地都給他的成職了 然後呢 部分的諸侯兵強馬狀 時髓之位 所以呢 就不聽天子的話了 然後開始反彈了 然後開始叛亂了 這個時候呢 有一個人叫賈儀呢 跟漢文帝講說 你要施以撫金 就是要用那個寶頭 咄咄咄的 就是要先斬為快 不可以後患無窮 結果呢 漢文帝呢 他就是無為而至 什麼事都不做 或是礙於骨肉親情 或是實行皇老之治 沒有及時處治 養庸遺患 這字用得很重 用到什麼 用到我們捕狼 狼種捕狼 還是說精準一點 還有釘子 釘子會死人的這種 不能養庸遺患 後來呢 搞到說七個藩王呢 開始叛變 這叫七國之亂 幸好有一個 泰衛周雅夫率兵評定 他先講了這個故事 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 他說現在雲林縣 桃園縣 乃至於高雄市 你們就是這個叫做七王之亂 臺灣目前的政治亂象 跟這個七王之亂很像 什麼意思呢 包括說通過各種自治條例 要用地方來包圍中央 有侵奪中央法治職權之餘 譬如說高雄市之前 說石化企業總部 要設在高雄 否則就給你斷管斷線 譬如說雲林縣禁制公告 禁用深煤石油膠 譬如說桃園市 要把石門水庫的水 拿來自己 只能桃園再用 他說這個是中央 跟地方有進衡的立法權 這憲法規定在這邊呢 如果中央有所謂的法規呢 你地方呢就不能逾越 抵觸中央的這些法規 這叫法律先戰理論 可是地方呢 這些地方為了爭權爭錢 拒地為王 制定法律 自徵稅款 制涉刑堂 則與綠林山寨無異 山寨不是抄襲的意思啦 是土匪的意思 就是說你們拒三為王嘛 然後使得國不將 國將不國 家不為家 臺灣永無寧日 這麼嚴重的 所謂的中央地方衝突 陳老師 地方制度法 當時的設計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希望把我們過去 從憲法上所得到的說 中央與地方軍權的 這個憲法上的基本的想法 把它確立下來 那這個在地方制度法裡面 本來就容許 中央跟地方在這個各自 他們各自的事項上面 他各自有他的專屬權 是沒有錯 可是例如像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以環境為主的 這個中央跟地方 都有他的權限 那他們在所謂的 一旦有抵觸的時候 應該想的方法是 那誰來做是更合適 如果你中央可以提出 一個更適合全國 而且更有效 能夠保障到全國人民的 這樣子的權益的方式 那就開始做啊 所以副管長 你怎麼看 環保署長講說 這個所謂的雲林 自己訂 所謂的禁燒聲媒 這叫地方爭權 爭錢 據地為王 制定法律 制徵 稅款 制設 刑堂 根本就是土匪 我想聽到這樣的一個批評 我身為環保人出身 我心很痛 我只能講我心很痛 因為這樣的事件 不是只有我們雲林縣政府 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而是我們經過很長期的 我們張老師的研究 地方的人事的共識 在議會裡面 幾分鐘就全部 武廠通過 這樣一個決心 這個決心 我覺得這個就是 真的就是一個環境權 那至於剛才我覺得就是說 有沒有違反空無法的 這個這樣的規定 有沒有違反 我們講得很清楚 是沒有違反的 沒有違反 所以至於是不是什麼 要等等等等 我覺得雲林人是很辛苦 很認真在做我們自己的事情 我想跟事實不符 我只能講說 我要必須要提出 嚴重的抗議 不過你主持人要請教你 因為雲林你就要解 很複雜 包括說政黨之間 包括說地方派系的問題 包括說藍跟綠的問題 以及包括說跟六情的關係 那其實就是整個言論說 那之前傳很久了 可是在所謂的 禁燒深煤跟石油膠 我們很難得看到說 雲林縣政府 其實那也不是原本 雲林縣政府的立場 那是地方環保團體 一直逼一直逼 逼到雲林縣政府說 好我就是要來 禁燒深煤石油膠 可是呢 還要所謂的地方議會 雲林縣議會通過 不然議了說 那個雲林冠議會 不管你是哪個 立的 不管你是跟六情親的 還是不親的 全部都支持 為什麼這件事 在你們雲林 這麼高度一致的意見 其實雲林縣就 就是像我們主持人 你說的是很複雜的 但是我感覺就是說 環保團體跟來到 還有雲林縣 當時他主要是說 他這個 告訴我 空氣品質 還有 禁燒石油膠 也是他競選的一部分 所以他要去做落實的部分 但是我現在看就是說 來到 可能大家有很多 政治因素 但是我覺得這次 可以臨門一腳 其實各方面來到 就是說來到派系裡面 還有說怎樣 要怎麼讓他通過 其實也有一個強制 因為我 如果要說 如果要說 實在外 就是說 當時要想 這個案的時候 我相信 婚姻館 政府丟出來的話 一定會說 婚姻館 立法可能困難 想這個案 我所了解的 因為也不太閉嘴 再來就是民意代表 來到 中央民意代表 來到 在這個來到 就是說 有什麼派系方面 這邊也有死利的部分 再來就是 在來到 在連書來到 因為我有一個紀錄 就是說 當時我覺得 政管長 他當時 他也是要帶人 去議會 去控制的部分 來到 我有參 來到 來到的人 嚴貴 就是說 他秘書嚴貴 我說 如果這樣做下去 對我們婚姻是很不理 我覺得 如果這樣是 贏的是 六千贏 不是我們婚姻人贏 所以在來到 有些很多 來到的 像民國來到 大家就說 就是說 我們共同來 打拚 賀過 好嗎 所以在這裡 我 因為我是在裡面 所以我知道 張家淨委員 他在這邊 跟議員裡面 他們有去做 做這個部分 就是說 是不是 這個賀過 所以在來到 不是說 大家也說 很驚訝 為什麼裡面 會讓他過 其實 但是我想 一個氛圍到 大家一個氛圍到 你今天也沒有民主 民主的問題 不要漏後幾年 可能會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感到 不管這樣 大家施壓裡面 其實當時有一些 環保團體在一直施壓的時候 我告訴你 其實大家的氛圍 因為來到 我知道三十幾個 已經差不多 三十個議員 已經全部同意 大家壓力壓到那邊 我就跟他說議員會很煩 有一些環保團體 可能要你去簽署什麼東西 連署什麼東西 他跟我說 透過我 就說 這娘你幫他們 嚴一下 好不好 說是不是 我們都聽到人民的聲音 裡面的被寫的聲音 我們就有了 不要了 我現在跟參與朋友說 跟議員加油 給他適當的鼓勵 說議員加油 所以 因為大家 其實大家 真討論來 完全這事情 不是光臨 還是一個董牌 什麼 我覺得分辨人的強姓 應該 這次應該跟他們 鼓掌 謝謝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這也不是 說政治人物 或是議員 真正說走到很頭前 這是因為地方 真正撞不掉 蒸頭的 因為這個 還要包背包 那些還中了 那些是大家 蓋得不掉 所以一定要勁 所以這個壓力 是逼得 所有的藍綠議員 地方環保團體 以及縣政府 通通必須要 一致高度共識 我們來看看 各界對於 所謂的雲林率先 其實他這個 會有後續的 很大的效應 因為臺中 也說要進 彰化可能也要進 整個中南部 因為雲林這件事 可能會全面帶動 全臺灣 在深美石油膠的 一個全面禁止 這也是中央現在 很害怕的 雲林現場李競勇說 如果進了深美石油膠 每年可以減掉 流氧化物 百分之四十 還有其他的 這個所謂的污染物 對空氣品質 會有非常大的改善 自治條例 不是說你經濟這個 報告之後就準算了 那只是在 禁燒深美石油膠 台中不是要把你趕出去 這是要花點錢 燒好一點的煤 那電廠 還是可以繼續營運 雲林現任政府 雲林現任會 是非常特殊的一個案例 十分鐘內三讀通過 出席的議員 一致支持 沒有一個反對 這你在歷史上 很難看到這樣的情形 那吳松林說 他還有陷阱 你雲林現任政府 一定要再注意 可是我們來看看 中央的態度 就很不一樣 毛治國說 沒有條件 讓你地方各自為政 如果每個地方 都本位主義的話 時間拉長 那就要忍受缺水缺電的風險 經濟部長 他說地方要從上游 來加強環保標準 不是完全禁用 如果沒有配套 卯上就禁的話 對經濟民生 都有影響 臺素集團 他說應該要降低 污染排放 禁燒會使得 臺灣工業停擺 臺電說 如果深煤 指的是發電用的煤炭 連臺東發電廠 都會受到影響 我們再來看看 臺中院的院長 吳在意吳老師 他也談到說 如果雲林這個禁燒 深煤真的生效的話 那對臺灣的經濟 恐怕真的會造成 很大傷害 整個臺灣去年的 總頭發電的量 假設有兩千多億 出總頭發 大概它這個燒煤的量 將近占百分之三十五六八 這個比例非常非常高 如果現在斷軟了 你要把這有關的中部 這個有關的六線式的 燃眉的佛地電廠 整個把他排氣掉的話 你短暫的時間 你是很難去能夠 Cover 能夠調整的 那這個量子 這麼大的過程中來看的話 絕對會引發到 我們未來的 限停電的 這方面的問題 那在這個問題之下 來看的話 最大的恐慌 絕對來自於廠商 政黨輪替了 2000年 阿扁當政的 執政的開始的時候 他把核式 站板停下來 當下的那一年 經濟來講的話 引發了民間投資 負成長將近30% 經濟成長就負了1.2% 現在如果要把 整個中部六線式的 整個火力電廠 沒有掉的話 排除掉的話 我個人的判斷 對整個國內的 民間投資的 這方面的影響 絕絕大大於過去的 2000年那次的政黨 而且這個還不止一倍 甚至是加倍擴大 所以在整個 有關的民間投資 大幅度的乏落 對整個有關的經濟 大幅度的影響 而且你告訴國人 這個電腦 不是短期 一年兩年能夠 Cover 回覆回來了 如果這個事情 拖了5年8年的話 你要瞭解廠商的出走 是絕對不再回頭 李宿廷我請教你 依照經濟部說的 這個政策實施下去 六鏡如果停工 一年要損失1.5兆 一萬兩千的人沒頭路 你們本人很多人 在六鏡吃頭路 沒頭路是要怎樣 其實你們算的 應該不是要算的 因為本人反正 不是我馬上要他監 是指 我覺得是 你如果說 副鑑長就說過 他要燒的是四以上的 四以上的 所以不要再這種 用這種東西再混淆 你其實賺到少了 才不可以 今天我在想 就說 本人人不得到你什麼 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 講這句話 現場也不像 用我們的生存款 是 環境的 就是我們在我們 對一旁來的 有人說這個 有人去 政策一個六百塊 你如果沒命 你要做什麼 你如果沒命 你要做什麼 大叔太厲害了 他不管怎樣 他用他的 像村民洋裡面 像我們六鏡 下去 他也反動員 叫代表人 不可以棄擠了 這是什麼 我不知道說什麼 那些地方的人 是應該認定的 你一個 你的親人 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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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去 你有什麼想法 你如果說 你來到 你一個 費先來 來 你把一個親人 你看到 當時 上所是要結束 美國家 是要放棄 像我們家裡 家裡的人 就是這樣 我參加 那些小孩 是不是 你媽媽 好好走這條路 以前的話 我姐姐 他本身的話 我們都不願意 談這個問題 都不願意談 這是一個 很痛的問題 但是 我覺得 本人是不是 應該 時刻 就說 你要繼續 你讓你的親人 要這樣 聽下去 你那個對價 是對的嗎 對 其實對的 你放心 今天六鏡 他拿太多 國家的資源 太多了 講一條條理 講不完 你如果只要 說 你要對來到 他的改憲 他也給你 獎勵 你今天 本人 什麼 你給營運的人 是什麼 大家要思考一下 趙老師 禁燒生 美食 又叫 這個要求 很過分嗎 我們做環境保護 有幾個措施 第一個就是說 換燃料 減少規模 第二個呢 生產的自成改變 最後呢 什麼都不變 然後加裝一點 污染防治設備 所以空氣污染 大概就根據這幾個原則 那要看什麼呢 看那個地方的 環境的含容量 哪一種最適合 那以雲林 以六七所影響的雲林 以及嘉義彰化 這樣來看 雲林縣政府跟縣議會 做的這一個 一致的決議 我們隱約 嗅到一個感覺 就是人民的生存權 已經受到非常大的威脅 那我的客觀的資料 六七年來在那邊做的研究 也證實了說 這已經超乎他們 希望他在家園 在這個污染防治設備上 所能夠改善 所以怎麼樣去檢查 他的規模 怎麼樣讓他換燃料 是這個污染源 可以跟地方永續共存的 唯一出路 今天如果選擇對抗 那我覺得 以人民 現在沒辦法忍受的 這個程度來講 我覺得廠方中 就會是輸家 那剛剛很多的 這個經濟學家 常常用預測性的 未來如果這個怎麼樣 雲林人就會怎麼樣 然後他的經濟就會不好 就會失業 那我們公共衛生 在做的研究 是現在正在發生 現在他發生就是 生病的人多了 死亡的人多了 得癌症的人多了 而且六親營運到現在 帶給雲林當地的經濟 我用宜蘭去跟他比 國民 個人 人均所得 沒有增加 所以到今天為止 有污染 污染造成健康的危害 污染已經危害到生命 但是人民所得沒有增加 這是現在正在發生的 你還跟人民講說 那如果改了這個燃料以後 好像他工工廠就會關 工廠關不關 只是燃料來決定嗎 當然不會啦 你不讓他燒這個燃料 剛剛副縣長也講 他還有更乾淨的燃料 他當然就會去買啦 所以這樣子來威脅人民 已經很老舊了 那主持人剛剛又提到說 我們的環保署長用軍王思想的時代 講的事情來對於一個民主時代 中央地方兩個這個政府之間 對於怎麼樣去防治污染 看法不同的一些潛在的衝突 他把它擴大成好像權力的鬥爭 這樣我覺得起起於不可 這對照說上個禮拜 這個天主教的教宗 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通譽 一百八十四月對全世界十二億的天主教徒 談什麼 談溫室效應 是 談減媒 是 談很多的教宗 這個 天主教這麼傳統的一個宗教 你知道他用語言 都是現代化的語言 他講環境劫策 在一百八十四月裡面 他有提到一段 他希望對話跟透明 來做環境劫策 而且他說當我們知道 這個污染造成很大的影響 而且這個影響 沒有辦法做到百分之百證實之前 但是我們也知道 這個影響是不可回復 譬如說癌症是不可回復 死亡不可回復的時候 他建立 那這種污染的行為 就不能再持續下去 所以看這個禁燒審美的問題 不應該從所謂的中央 跟地方的權力對抗 更不應該從所謂的 藍跟綠的朝野政黨 對峙的角度來去理解 而純粹就是說 雲林的離癌率很高 雲林的離癌率 這個流行病學研究指出來 跟六清燃燒生煤石油膠 有一定的程度關係 為了顧生命 其實就應該做這件事 而不是說去問一個問題 是說做了這個之後 以後可能工作機會會減少 以後可能會經濟受到衝擊 但是現在發生的癌症的問題 或者是呼吸道疾病的問題 小孩子死亡率的這個問題 你就不去管了嗎 但是其實有一點 不太能理解是 今天雲林縣政府又發了兩張 可以燒煤的許可證出去 這不是自打嘴巴嗎 我們來看看 雲林縣政府今天 為什麼再發出兩張燒煤的許可證 雲林縣府六月十一號公告 禁燒生煤條例 未來兩年轄內陸續禁燒 生煤與石油膠 而剛好臺塑賣療 燃煤電廠 生煤的許可證即將到期 為此雲林縣政府上午召開 第三次的展延審查會 在這兩三天參考這些 專家學者的意見 跟各方意見 作為那個看似核准 或者是不會 為此雲林縣長李靖勇 特地北上到立法院 舉行記者會 質疑環保署有既定立場 可能會為保護財團 侵犯地方自治權限 而目前正逢夏季用電高峰 全國的備轉容量率 為百分之六點一三 代表供電吃緊 而台塑賣療電廠 共三座燃煤發電機組 發電量一百八十萬千瓦 其中一部發電機組 二十八號深煤的許可證到期 發電量有六十萬千瓦 一旦停機 備轉容量率將再少三趴 園林縣環保局強調 並非利用禁燒條例綁架中央 而是禁止業者燃燒品質低劣的深煤 造成空污 但經濟部能源局強調 能源業務並非地方自治事項 應由中央統籌 中央與地方互槓 缺電與空污 該怎麼折中 問題不少 記者黃立委 謝祺文 綜合報導 沒有啦 副作 你如果說燒生煤 真的污染嚴重 那麼危害的話 你怕你再看兩張是甚麼意思 這不是先話 這是展研 展研 因為根據我們自治條例的規定 是兩年以來 因為我們生效期是這個 公告是六月十號嘛 所以就是一百零六年的六月九號 是 以前仍然是有效啦 所以我們這個在這兩年之內 還是可以核發生煤許可證 而且我們在這次審查的時候 也聽了很多的專家的意見 所以我們包括我們的核許 核給他的這個生煤的使用量 是以過去五年的最低量 對對對 所以你利用它寒最少 寒這個 對 還好寒兩年 而且現在就是也要求 台塑公司必須能夠 來符合目前已經通過的 這個 我們通過的啦 目前環保署還要準備備查 就是電力加鹽標準 電力的空氣污染加鹽標準的草案 我們來看看 這筆新發 這是展研案 是是是 我們來看看今天早上 下午的時候 剛剛我們看過那個環保署的 這個所謂的 他對法令的一些解釋 包括憲法 包括地方制度法 包括環境基本法 包括空污法 包括能源管理法 他都認為說這不是地方的權限 可是呢 今天這個會議呢 也沒有說 我就是給你否決 做出所謂的那個 你這個是違反中央的 這樣子一個解釋 也就是他沒有那麼強硬說 不予被被查 萬一啦 算了啦 因為他一定要做一個決定嘛 不予被查的話 你們分寧 管政府要怎樣 我想不是環保署 也不是中央所有就算了 我們還有一個可以尋求 依照地方制度法的規定 釋憲 對啊 釋憲 還可以釋憲 至於他說這個不是中央的權 這不是地方的權責 這是中央的權責 也可以依照地方制度法的規定 我們到時候也可以請立法院 在立法院裡面 由立法委員來 來這個這個決定 是 來解釋 這個像這樣的規定 是不是可以用地方的 有有權利來 來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所以我想這個法律的部分 我們都會再努力 萬一啦 我們還是會自己做 可能沒辦法去做解釋啦 事件還是在於大法官那個機關 不是 中央地方權責的這個釐清 我們地方制度法裡面 也是可以這樣做 不過我們主要啦 我想我們 我們目前還是有點希望是說 如果中央環保署呢 那個最後 最好能夠被查嘛 萬一不能被查 我們會尋求 那個這個 大法官的事實 副縣長 你有沒有換個角度思考 為什麼中央從經濟部 然後再到環保署 全面都對於地方的 這個自治條例 有那麼多的意見 會不會是真的 你們這一個政策 嚴重衝擊到經濟 我 剛才一直在說 台塑其實他的生煤 他的那個比例是三點七五 那我們比較好的煤的定義 環保署的規定喔 不是我們說的喔 環保署說 環保署講 生煤是四以下 固定碳跟非華 非華五的四以下就是生煤 四以下就是比較好的煤了 台塑目前三點七五 他為什麼不肯 三點七五跟四差一點點 他為什麼不肯 他為什麼就是 而且我覺得都擴大解釋 剛才我們聽了很多的專家 在講啊 這就是所訪問到的 我們並沒有說 所有的煤都不准燒啊 是是是 沒有這樣講啊 但我們 但我們也期待就是說 利用這個機會 能夠翻轉 我們的溫室氣體 這個減量管理法 溫減法 也在日前在立法院 剛剛通過嘛 那中央也跟全世界 宣誓是說 臺灣在二零五零年 溫室氣體的減量 要這個達到百分之五十 OK 那我們具體行動是什麼 為什麼還繼續要 要 產生溫室氣體 就沒有具體行動 就是說 而且我就混淆視聽啦 是是 我們 還有一個就是石油膠 非常的嚴重 石油膠 你們曉得石油膠 除了含流氛很高以外 他所產生的 複產石灰 在臺塑六星之內 已經變成兩座山 那過去所產生的 在我們的中南部 也都是到處都亂到啊 我來自臺南市 臺南市有很多的這個 這個 譬如說土質堆滯場 或者農地 都被人家 複產石灰 就把他都填埋 這個我們也要求 臺塑藥複印 他很不肯 因此 臺南市政府 也要求 臺塑公司 為了石油膠 所產生的複產石灰 我們也求償 不法利得 以一四千多萬 不過我們也補充解釋一下 什麼叫石油膠 石油膠 就是那個煉油底層 最臘腎 最毒的 那種剩餘物 含流量是一般煤炭的三點六倍 現在我們還有很多在燒這個 燒一燒都能把它塑進去 只有只有臺塑在用啊 全國 他目前一年大概是二十八萬公噸 就是有臺塑在用 他所產生的複產石灰 多堆積如善 曾老師我要請教你 就是如果按照 世衛的看法 或是論述的話 禁燒 深煤 石油膠 其實是一個很卑微的要求 就是只是保障很基本的 這個所謂的呼吸 比較好一點點的空氣的生存權 可是為什麼會引發中央跟地方 這麼大的一個爭論 甚至引發中央各部會出來說 這個你不能 雲林不能這樣子做 為什麼這個政策後續的影響 或是導致的衝擊 真的這麼大 我們不能說他不會有衝擊 不過剛剛既然提到說 是經濟跟環保中間的爭議 這個我們就有意見了 因為他說現在斷燃的把它停掉 可是我們知道深煤石油膠 不是今天開始用 所造成的危害 從過去幾年的研究來講 也早就知道有這樣子的一個危害 那台塑作為一個全世界在石化業 也是一個相當進步的一個企業 是 他在德州 他就沒有用這樣子的燃料 為何在臺灣 就繼續堅持要用這樣子的一個 骯髒的燃料 他在美國德州就不燒 不燒 因為美國的法令 就是要求他 在臺灣就說他為了活下去 就非燒不可 是 這個我們不能理解 不過我們歡迎觀眾朋友 打電話進來一起跟我們討論 雲林縣這個自治條例 真的錯了嗎 桃園的黃小姐 是的 各位好 剛剛主持人有講到一句很重要的 就是說 元年人的生存權 那現在台塑 美其名或者說檯面上說 他是經濟掛帥 經濟是為了改善我們的生活 但是我們的生命都被他搞死了 那哪來的改善生活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剛剛說中央地方對抗 什麼叫對抗 那個法令不是人在編的嗎 那要是有錯那就改不就好了嗎 是 這個就是我的意見 謝謝 台北的郭小姐 我是台北人 我支持雲林縣 以他們人民應該擁有的 基本健康的權利 衛生署是在保護環境的守護者 還是保護財團 反而來恐嚇人民 台塑已經把當地的健康弄得那麼差 那麼多人因為癌症死亡 他們還在殘害人民 賺自己的錢 讓我覺得台塑六斤不知羞恥 好 謝謝桃園的林小姐 主持人來賓大家好 我是覺得我們有支出 所以我們才要有收入 那國家也當然也不例外 他支出在醫療上這個區塊 跟財團他們納的稅有合乎比例嗎 那這個東西有人去做一個調查跟分析嗎 那他們為什麼認為說 廠商的外部成本要有人民的健康 將來隨便的要我們去吸收 要我們去cover 他們想要低成本的營運 那他們不要選擇在臺灣 我們想要健康的生活 為什麼要國家來替這些財團護航 是 是非常謝謝林小姐 你的意見 不過我們來看看 其實禁燒生煤石油膠 臺灣其實蠻落後的 我們來看看其他國家的情形 加拿大包括曼尼托巴省 是石油膠煤通通禁燒 現在早就在做了 安大略省也是全面的 禁燒煤來發電 全面性的 丹麥全國二零五零年要零排碳 還有百分之百使用再生能源 美國全國呢 禁發石油膠的許可 然後二零三零年全國電廠要減碳三成 法國也是全國 然後人民運動聯盟主張全面禁煤發電 新加坡百分之八十都用天然氣 甚至在中國 中國北京 他也說一七年 在兩年之後 全面要關閉藍煤的電廠 但是我們是不是要再給這些廠商 包括六輕更多的緩衝時間呢 否則的話是不是真的會對於廠商 對於經濟帶來太大的衝突 我們來看看 他們爭取要的就是一個有關的 財政預算的籌碼 那我們講個不好聽的來講的話 當然這是用台灣話講 比較傳神一點 就這個就是吧 就是他們要的 就是說你造成當地那麼多的污染 你是不是給當地相對 一個相對的預算的回饋 任何一個產業 它的整個生產的製程裡面 它所使用的這方面的原材料 甚至燃料 它在整個生產的過程中 它這個機器的建造 廠房的建造過程中 早就有這個設定的 你說 你說我沒 不行啊 那你拿掉好了 你可以改燒怎麼樣 你改燒這個有關的天然氣 這個稍微大眾講說 你怕出錢嗎 那你燒野人機就很好了 燒野人機的話稍微貴一點嘛 我告訴國人 當下的台灣 我們台灣目前的 進口的LNG的量 已經達到1350萬噸的LNG的量 我現在不管是永安 不管是台中港 我這兩個接收站的 目前的capacity已經滿檔了 如果你要去替代 這個台中火力店長 或者替代我這個台塑石化的 這個離島公務區的 有關的火力的燒煤的 那你要有更新的 或者設置一個新的 LNG的接收站 而且還要去跟國外去做長期的 LNG的採購合約才能夠進得來 但是現階段的話 原水就不了進 不過副縣長剛剛吳采宜院長 他的意思就是說 配套還沒出來啦 你就算說現在要台塑六青 全面都燒天然氣 我們整個那個容量 也沒有辦法去做這件事 所以應該給予更多的緩衝期 我想兩年應該夠了 兩年夠了 兩年應該夠了 依照台塑這麼大的一個 全世界世界級的一個公司 那麼他們也看到國外都有 已經全世界對於這個燒煤的部分 都陸陸續續 都提出所謂的這樣的政策 兩年應該就夠了啦 那我覺得一個想法就是說 如果你凡事都先說不 當然都不行 如果換個轉例說 我一定要達成 他就想辦法去做得到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 從技術從各方面 都不會是問題 展老師你怎麼看 這個政策怎麼實施 就是這個政策有很大的衝擊 這個衝擊是好的 這個衝擊就是把壞的要趕掉 所以而且他的衝擊面又擴大 我覺得是很好 所以中央政府站在保護人民健康 跟環境保護的角度 他就要支持營臨縣政府 而且支持營臨縣政府隔壁的縣政府 都去做這個正面的衝擊 他把壞經濟改掉 他把讓好經濟可以浮現 所以剛剛講法說 沒有這個就完蛋了 沒有這個好的就會出來 這個就是永續的概念 那能源的替換 污染房子都一定有個日出條款 今天的一年兩年 就是告訴他說 其實最好現在就不要燒了 你趕快現在去投資 趕快讓時間到的時候 你有一個乾淨的燒的方法 可以出來 不是說我你給我一年兩年不夠 你再給我四年都燒點髒的 這個都不是這個的用意 全世界很多的地方 那特別是美國 美國的加州 從來就是比聯邦政府還嚴格 所以最好的車子都會從那裡 最好的技術都從那裡 是 所以雲林就會帶動 臺灣新的環境保護的技術 新的生產的技術出現 不要把它看成說衝擊就是不好 我覺得這是好的衝擊 我希望說雲林 現在政府要有信心是他帶領了臺灣 一個走向綠色經濟的 一個第一步 陳老師 你再看這個政策之後 怎麼做 空氣管防治法裡面 其實本來就有提到了 就是本來就是要採清 最下可行的技術 是 那這個技術不是沒有 那只是你要用不要用 這些燃料不是沒有 只是你要不要做 所以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政策 法令要走得更前面 對啊 他才能夠達到 所有的能源改變的政策 而且我覺得在這一次的討論中 一個非常好的地方就是 其實是從公民團體開始來討論出來 這表示我們民眾有關係 對 但這是誰的夢 對 誰的夢 對 誰的夢 大家好 我是林俊逸 很開心能有機會跟公共電視一起合作 主持音樂萬萬歲三 在這個溫馨小屋的空間裡面 我們讓每位來上節目的實力派歌手 有如回到自己的家 輕鬆自在地唱出心裡想唱的音符 以前我還參加過公視閃亮的年代 演唱俊詠的校園名歌 在《音樂萬萬歲二》裡 重新詮釋齊情的歌曲 還有那些年我們的歌 回味經典華語歌曲 都讓我感受到公視 對音樂節目製作的用心和堅持 公共電視是一個優質的媒體 一個音樂創作的原理 需要您的支持和鼓勵 現在就拿起電話 拨打捐款專線 02-2633-9922 郵政化不障